有的时候 觉得年龄大了 在回想年轻时候的生活 好像又重新活过一遍啊 就是所说的精神生活 人的精神生活是很重要的 能够让自己总结很多东西啊 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当时没有活明白 有的时候 到了一定的年龄呢 一回想 回过来返厨 像牛一样返厨啊 就意识到当时 有些事情做得很荒唐啊 谁把这个酒瓶扔了 这个很危险啊 一旦碎了容易扎到人 而且老美这边 好像禁止在路边 直接喝这个玻璃瓶啊 怕扎着人 这是画的画啊 同时也有好多涂鸦 这边是一个山顶啊 这边 一个山包 天上有飞机在轰鸣啊 飞机的轰鸣声 对我来说 现在是把身体调理好 英语呢 再好好学一学 活到老 学到老 周围 周围看 这个 全是房子 山上 哇塞 全是房子 全是房子 漫山遍野 全是房子 看这个山顶 这个乌云啊 乌云压城 城欲催啊 旧金山这边的 这样的 我等下一个绿灯吧 等下一个绿灯吧 我在这儿欣赏一下 远处的这个房子 这个是我来的时候的路啊 这边我不怎么来 这边骑自行车的好像也少啊 这边是校车 校车都写着什么 ZAM services ZAM服务 INC 是incorporation 什么公司的意思 那边来了一个校车 这个校车有点超速的样子 开的还挺猛 开的 这边这个桥 这个方向就不好找啊 我一上桥就 转向 好像北京那边 西之门桥 据说是最难弄啊 那边有的人 上了西之门桥下不来 设计的特别复杂 错综复杂 这边车放行了 这边车 我该过来了 我该过来了 Push button Fall 过马路 按按钮 为了 按一下 它这个按钮很重啊 它不是说轻轻 就能够动的 它估计可能在户外 它怕刮风 不小心误触这个按钮啊 所以呢 它就 需要很大的力量啊 压下去 它才能够 它才可以啥 可以触发 它这个 过马路的开关 从这儿走吧 对不对啊 应该是对啊 我怎么感觉 逆行的样子呢 逆行的样子 刚才柠檬树上 接着几个柠檬 树果累累 我应该走着走 走着走 断了断身体啊 把这个老胳膊老腿 锻炼锻炼 来的时候 就走着这条路啊 看这个隐形树 黄成城的叶子啊 这个隐形树啊 我比较喜欢隐形树啊 隐形树叫活化石吧 向右转上杂道 我怎么感觉 不是向右转呢 我感觉向左转呢 来的时候 怎么过来的了 那忘了 这块来了吗 来的时候 没有吧 没来 这块没来 这块 那边是个学校 那边是一个 我怎么问 这边来了 来了 可以 想起来了 我看着 路边这个 放花的这个坛 我想起来了 36的公交车 看这个坛 我想起来了 走着路过 对 放的是假花 不是真花 它也瞎指挥 让我向右转 上杂杂道 上杂道 我想想啊 这边我怎么走的了 这边 是这样来的吗 还是不对啊 是这样来的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来的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来的了 推着走一会儿吧 总之我要尽快地离开这座桥 不要在桥上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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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完全可以把大腿上的毛 截到眼毛上 自己一直 哎 这条街怎么走 他这个抓停车位 这个小车 应该怎么走啊 导航也是乱套了 导航 我完全想不起来 应该怎么走了 这条街道